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28分直播 8.28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广告兴趣世界杯 德国足球先生博尔腾 无所畏惧 数次失败 口中叶盘重生 50% 75% 100 with 002682 手 播放模式 分辨率1920 x 1080 视频框高 848 x 480 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SCDNAPD 11A4F 2A45 8CFF 611CEA 2105F A51715D V SMTCDSS.com 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帧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DB8A79D6BGF611023 C324D92309A1 149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楚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新剧世界杯 德国足球先生博爱腾无所畏惧 数次失败 口中涅盘重生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OARR PUSHVB002682 IMJHTTP E-NEWS GTIMG.COM NEWSUP LS 050715146626404800 DIC视频 新剧世界杯 德国足球先生博爱腾无所畏惧 数次失败 口中涅盘重生 时长约8分28秒 腾讯体育8月31日选败了慕尼黑中为博爱腾的转会留言终于可以结束 在转会窗口结束的前一天 德国媒体图片报和体育图片报同时报道 因为巴黎圣日尔曼无法满足拜仁慕尼黑方面的要价 博爱腾将确定留在拜仁慕尼黑 博爱腾决定留在拜仁 据图片报的消息 就在本周四 拜仁慕尼黑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和巴黎圣日尔曼 朱西纳赛尔都亲自曾约了谈判 巴黎圣日尔曼将对博爱腾的最终报价提高到4000万欧元 不过拜仁慕尼黑方面对博爱腾的要价位置上5000万欧元 因为欧祖联的财政公平原则 巴黎圣日尔曼方面无法拿出更高的报价 最终就彼此 去了一个夏天的转会就此结束 在周四的训练结束之后 鲁梅尼格在拜仁慕尼黑的训练场边通知了博爱腾这一消息 据体育图片报的消息 博爱腾本人愿意加盟巴黎圣日尔曼 之前博爱腾个人与巴黎的谈判也已经非常深入 报道是巴黎圣日尔曼愿意为博爱腾提供一份维系4年的合同 不过最终巴黎和拜仁慕尼黑没能在转会费上达成一致 就比交易没能达成 在之前的采访中拜仁慕尼黑主帅科尔奇曾表示 目前我的队内有三名是阶级的中位 如果新赛季这三名中位都留在球队的话会很好 在德国超级杯 德国杯首轮以及德甲首轮的比赛中 科尔奇分别排出了胡梅尔斯和巨雷 胡梅尔斯和博爱腾以及博爱腾和巨雷的三套不同中位组合 之前拜仁慕尼黑的队友们也支持博爱腾留队 队友慕尼就曾表示 我们需要博爱腾 当博爱腾保持健康的时候 这个位置上世界上 很少有球员能够达到他的实力 队友阿拉巴也曾表示 博爱腾是一名世界级的球员 在他这个位置上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今夏千多特蒙德主帅图赫尔入驻巴黎圣日尔曼 之前巴黎在中位位置上已经签下了德国年轻中位特雷尔 另外去德国天空 几月的消息 巴黎接近天下半人慕尼黑左边为贝尔纳特 促军者